國內十月電價將在九月開電價費率 審議會來討論 由於今年四月 已經全面調漲電價了 下半年的電價是否再調漲 引發關注 而根據瞭解 如果政院撥補的臺電千億預算 在立法院通過 十月的電價 渴望動漲 不過呢 像是用電量較大的製造業 包括空除 食品加工 光學材料等 若政院的撥補 千億的預算沒有到位 傳出十月的電價 可能再調漲一成 國內電價從四月開始 包含家庭 小商家 還有工業用戶全面調漲電價 漲幅約百分之十一 眼看九月又要再開電價費率審議會 討論十月起電價 各界關心電價是否在走 OK 因為我們台灣的電力很便宜 如果跟日本比 三趴左右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應該是要從國家的人員政策去考慮 而不是動不動 如果有虧損的話 就要由人民來負擔 據瞭解十月電價 如果臺電有獲得正院千億元 預算補助 十月電價可能動漲 但像是空除食品加工相關 光學材料及原件製造業 這些部分製造業的電價 如果用電量成長 傳出將會補漲電價 不過如果臺電沒有獲得正院千億 預算補助 十月電價就得再漲 傳出可能會漲百分之十以上 同期臺電今年雙半年稅前虧損六百零二億元 但七月應實施下月電價轉虧為盈 政院是否撥補預算攸關臺電虧損 行政院回應二十二號會開行政院會 看追加預算是否能獲得立法院通過 預期應該沒有懸念順利通過 記者原子郭俊麟 台報道